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祖门迪打得非常轻松 只要出现机会就果断上手进攻 没有任何包袱 也让阿祖门迪完全展现出了自己的技术能力 甚至有点超长发挥 很快就以14比13反超了比分 不过 陈宇飞凭借着平抽档技术环节的更强统智力 连得6分以19比14逆转了分差 也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最终以21比16获得了首局比赛的胜利 第二局比赛的开局阶段和首局相似 阿祖门迪连得2分取得开门红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了陈宇飞的反击时间 很快就将比分追至四平 背水一战的阿祖门迪凭借着高质量的往前小球 以及连贯性极强的后场进攻 再度取得了7比5的领先 并且以11比9进入到了终局的休息时间 回到比赛之后 陈宇飞在起势追分的阶段 出现了脚下打滑的情况 让阿祖门迪13比11稳住了阵脚 不过这并未影响到陈宇飞的心态 迅速抹平分差 将比分追到了14平 随后二人紧咬比分站至17平 更敢于搏杀的阿祖门迪 关键时刻连续得分以20比18获得了两个局点 凌威不乱的飞飞连续挽救赛点 并且以23比21锁定胜局 和首场面对澳大利亚比赛的状态相比 陈宇飞此意展现出了更好的状态 虽然没有看到陈宇飞和马林的大战有些遗憾 但是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陈宇飞会在面对强敌时 给球迷奉献精彩的个人表现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